世上有朵美丽的花 那是青春 土芳花 蒸蒸硬谷战花开 泪雨鲜血染红糖 好 蒸蒸硬谷战花开 先听老师来唱一遍 蒸蒸硬谷战花开 好 这句的难点在哪呢 在战上 同学们肯定打很多问号了 为什么在战呢 这战很好唱呀 又不是特别高 又字不难咬 是 它是不太难咬 战花 战放 我们平时说的没什么问题 但是用我们歌唱的状态去咬这个字 就得把这个字做点文章了同学们 如果你不把这个字做点文章 听老师 老师习惯用对比去让同学们 直观的马上就能感受到不一样 好 老师先唱一下 如果是战 我要如果按照平时咬字的方式去唱的话 那声音是散的 同学们 马上听到了也是一个非常不好听的声音 不悦耳的声音 最起码 对不对 好 老师之前讲了 歌唱通道 我们唱的是什么 我们唱的是歌唱的通道管道 你破坏了这个通道 你破坏了这个腔体 那必然是不好听的音色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怎么能把这个战刺 给装进我们的这个歌唱通道里这个腔体呢 好 先听老师范唱一下 同学们先感受一下啊 正正一步 正花开 正正 而不是正正 这样的声音它是实的 它是通的 它是亮的 这个声音是饱满的 它又通又亮 刚刚那个是散掉的 那不能说是好的音色了 已经连音色都谈不上了 同学们